这种野生菌长得不好看 但是价格却十分昂贵 一个就能卖出七万两千元 七万两千块 最后一次 恭喜 他入行时间并不早 但十来年时间就成为行业佼佼者 他的赚钱秘诀就是三句话 叫同汉的急 想不敢想的是 赚最不起眼的钱 看云南省惠泽县的马铭钢 如何打破传统收松路 变着花样吃松路 另辟西径卖松路 一年卖出一千五百多万元 我们的松路其实跟欧洲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相信我们的黑松路也能做到跟欧洲一样的价格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马铭钢 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松路圈里 马铭钢入行时间不早 但是很多人提到马铭钢 都说他就是当地松路圈里的一个搅局的人 因为这个马铭钢从进入松路行业的第一天开始 干的事情就是处处跟别人不一样 但也恰恰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 让他十来年的时间就成为当地松路行业的一个佼佼者 年销售额一千五百多万元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个马铭钢 为什么要搅局 是怎么搅的局 这是一场特别的静脉活动 盘子里的东西就是静脉的物品 松路 静脉前 松路必须先经过专家的试文 有意参加静脉的观众也要仔细观摩 只有个头最大 味道最浓的松路 才有希望拍出惊人的高架 在静脉会现场 一个重达620克的白松路 是当天晚上最耀眼的明星 除了大以外呢 它还要表示这个香味 这个香味它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 等一下台上才能见分枪 它就是今天的主人公马铭钢 今天他是特意来看这个620克的白松路 能否打破静脉记录的 以前曾经有一个300克的白松路 拍出了4万元的高架 而这个620克的白松路 是静脉会举办7年来最大的一个 它到底能拍出多少钱呢 今天的白松路一号 人民币4万4千块开始 4万4千块 谢谢55号给加4万4千块 大家展身跟上 还有加的吗 5万在中间 大家展身鼓励 谢谢 16号太给力了 6万6吗 谢谢 谢谢6万6 7万会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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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号 7万2千块 7万2千块 谢谢 7万2千块 7万2千块一次 7万2千块第二次 7万2千块 最后一次 恭喜 谢谢 谢谢 620克的白松路 拍出了7万2千元的价格 平均一克就要116元 那么价格如此昂贵的松路 是怎么采挖的呢 第二天一大早 马明刚决定 带记者到他的松路采挖基地 试试运气 在整个中国 在整个云南片期的话 它的量都比较少的 比较少 我们今天来的话 挖得到挖不到 还是一回事 对 还是要看我们 我们接下来的那个 看我们接下来挖的过程 松路是一种训练的总称 一般生长在松树 栗树 橡树下面 必须借助和树根之间的 共生关系来获取养分 一个地方如果长了松路 周围的养分会被它大量吸收 连杂草都很难生长 有经验的村民 都是根据这个特点 来寻找松路的蛛丝马迹 突然 马明刚发生了意外 挖松路的山虽然不高 但是坡度有五六十度 即使是熟悉地形的村民 摔倒也是常有的事 大约一个小时后 前面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松路是靠孢子来繁衍的 一年生真菌 一个地方只要找到一个松路 它的周围就很有可能 还有其他的松路 马明刚用钉耙挖了几下 果然又有了收获 来来来来 这个大这个大 是这个吗 对对对 挖一下挖一下 我慢慢挖出来 你看 就用手这样一点点抛出来 对对对 还不熟 还挖一下 这个图很硬 对 你看你看 下面有白窝子 白窝子这样 然后我们要把它盖上去 白窝子就是长松路的浚坑 挖走松路后再把土为田 这是采挖松路必须做的事 马明刚和两位村民 一上午就找到了两块松路 运气已经非常好了 马明刚的老家是云南省惠泽县 如今当地做松路生意的人成百上千 很多入行早的人早已摸爬滚打二三十年 1987年出生的马明刚 2009年才进入松路行业 但仅仅十年时间 他的公司就成为当地松路行业的龙头企业 年销售额一千五百多万元 马明刚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 凭的就是三句话 缴绕同行的局 想不敢想的事 赚最不起眼的钱 我从做生意开始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三计划来做生意的 那么马明刚为什么要缴同行的局 他想了什么别人不敢想的事 又在哪里赚到了不起眼的钱呢 这还要从松路的一个特点说起 你看看这两个松路有什么不同 它是同样的种 但是它的差别很大 对 它差别就是一颗是成熟的 一个是不成熟的 哪颗是成熟的 这个就是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 对 就是颜色发白 对对对 这个你看完全不一样了吧 完全不一样了 消开之后这个差别就大了 所以它的价值还有价格都不一样 这个完全成熟的话 它就价格就贵 可能要贵个一百五到两百 在当地 每年的七月份到第二年的一月份 山上都能挖到松路 可是如果在十月份之前采挖 挖到的通常是不成熟的松路 不成熟的松路 除了价格便宜 营养价值也很低 可是在过去 很多人为了早点采挖松路 早点卖钱 经常在十月份 松路成熟之前就抢着上山 时间一长 当地的松路行业出现了严重问题 只要老百姓上山去挖 然后收购商肯定就收 只要收购商去收 老百姓肯定也上山去挖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 因为比如说今天你不收 他们去收 所以它就是一个二字形怀 这是西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道松路鹅肝 把鹅肝上面的砂糖融化 会让鹅肝更好看 但更重要的是 融化后的砂糖 会把随后撒上的松路碎屑 微微加热 这恰好能把松路特有的香气激发出来 从而让人获得最佳的口感 在欧洲的一些餐厅里 这道松路鹅肝的售价 高达300元人民币 2009年之前 马明刚一直做的是餐业行业 当看到老家的松路生意越做越难时 马明刚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我们的松路 其实跟欧洲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这边就是说挖得太早 不到成熟期就挖出来 如果我们把这个环节避免掉 我们把这些线船做到位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黑松路 也能做到跟欧洲一样的价格 2009年 马明刚把餐饮生意交给家人 回到家乡做起了松路生意 而他进入松路行业后 干的第一件事 就让他一炮而红 甚至很多不认识马明刚的村民 也都抢着要把松路卖给他 那么马明刚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晚上七点天完全黑了 马明刚却忙着挨家串门收购松路 为什么要非要等到天黑之后 才能来收购呢 因为天黑了他们才在家 这个时候来刚刚好 因为他们北天都上山挖松路去了 挖快进 因为北天他们带着干粮上山去 北天他们意不到他们的 就这个时候来是刚好是时候 马明刚今天在农户家收的是黑松路 在当地 黑松路是所有松路中 产量最多的一种 虽然它的味道 没有白松路那么浓烈 但是在生长过程中 黑松路特别容易受 各种虫子的啃养 在这位村民家中 马明刚一眼就看到了 几个被虫子咬过的黑松路 你看这个孔眼太多了 你说两三个虫眼那不影响 但太多了虫眼 你看这个有几个虫眼 这个虫眼也就比较多了 像这个 你看这个两三个虫眼就不影响 这个两三个虫眼就不影响 虫眼少一点 对虫眼少一点 这个就要剪出来 被虫子咬过的黑松路 影响美观 记者原本以为马明刚 会不要这些货 但没想到 马明刚手一挥 所有的黑松路 他都要了 钱不都收 不是说我剪出来就不收 我剪出来那些 你要把它撑掉 撑一下这个 这个框子就是半公斤 我看有41.8 6千多 7千块钱 7千块钱 十多天 十多天 我以为是你一千挖的 一千挖的 松路过完秤 钱也付清了 这让这位村民非常高兴 如今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在当地松路圈里 习以为常 但是在马明刚入行之前 这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当时很多收购商 为了转移风险 收购松路时 经常奢欠农户的钱 松路卖掉之后再结账 然而马明刚一入行 却偏偏要打破 这个不成文的老传统 因为我们入行也很晚 所以说你说我们不拿现金去交易 他怎么能相信你一个小伙子 他能把钱 他能把货交给你呢 所以我们就现金交易 老百姓上山挖的是镜子 然后下山他拿的是现金 是钱 所以他高兴 他开心 那你愿意把这个东西卖给你 对对对 马明刚一出手就打破了老传统 很多原本有固定买家的农户 也纷纷把松路卖给马明刚 时间一长 很多同行 也不得不按照马明刚的方法收获 因为现在农户它已经很精明了 然后它都是现款现货 不然都是乱七八糟 被好货都捡了 自从马明刚干这个事情 收拾我们都开始 我们就相当难干 它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交局的 有了稳定的松路货源后 马明刚并没有就此止步 2011年 马明刚拿出做生意多年的全部积蓄 在云南的区境和昆明等地 流转了5000多亩林地 并且规定只能在10月份以后 采挖成熟松路 与此同时 它还向周边有林地的村民们提出 如果大家也能跟它一样 只在10月份以后采挖成熟松路 那么它不仅大小好赖通收 而且还在行价的基础上 加价10% 通过这个方法 马明刚收购的松路品质大大提高 其实10月份以前 那个松路下面有一棵树 那么挖出来这个松路 10月份以前 比如说这个松路是值100块 那么10月份以后 那它肯定是200到300 因为那时候它长成熟了 体型也长大了 那时候的价值肯定就上来了 然后我给它还加价10%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地 慢慢地 它看到隔壁村的附近的 挖差不多挖三个月 就比它挖四五个月的收入还要多 所以它慢慢地就改变了思维 改变了思想 所以它慢慢地就看懂了 马明刚很快就在当地的松路行业 站稳了脚跟 但真正让它赚到钱的 却是因为它干了一件 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通过这件事 它不仅把松路的吃法 做出了新花样 还让很多原本不买松路的人 纷纷购买它的松路 2019年 销售额达到1500多万元 马明刚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是昆明市最大的一家 野生菌批发市场 2010年 马明刚在这里租下了一个 商户卖松路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 整个市场销售松路的商户 至少二三十家 面对经营多年的竞争对手们 初来乍到的马明刚很难立足 松路的签子比较小 它签子不大 基本上就是卖松路的 吃松路的人都比较固定 就市场的经销商这些 他经营了一些已经二三十年了 然后他就有一些固定的客户 你要说叫我们起来 把人家客户拉过来 那是很难的 怎么才能在市场上找到客户呢 马明刚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每天卖货之余 他就在市场上观察来来往往的各种人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规律 大部分都是些那些采购 还有餐厅的老板 他们主要来的目的不是奔着松路来的 他们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奔着那个 鸡棕啊 松绒啊 流干净啊这些 主动早上买来松路的人还少 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了 不能就这样守住待兔 所以我要走出去培养客户 培养客户说起来容易 可是做起来却很难 因为在传统上 松路是西餐里的经典食材 常见的吃法也主要是在西餐里 而来市场采购的人 绝大部分是中餐馆的老板 要把松路卖给他们 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就在马明刚着急上火时 他偶然吃到的一样东西 却让它豁然开朗 苏启胜是昆明当地 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厨 最擅长用云南的特色食材 制作美食 他经营的饭馆 虽然是一家小饭馆 但是在当地的餐饮圈里 他制作的炒米饭 一直因为食材烤丘和价格昂贵 而被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是您这儿 这些米饭类的这个菜单吗 对对米饭内的这个有 看从一二三四有十几种 最贵的是这个1888的这个 对这个米饭它主要是用的食材是比较好 我用了西班牙的这个猪井腊肉 还有这个用嚎做的香肠 八道十元饭就每人一碗一小碗 您这菜单上目前来说这些炒饭一天能卖多少份 要看了这是最好卖的还是像一百多的到三百多的这个阶段是相对来多一点 苏启盛是马明刚的多年好友 2011年的一天 马明刚到苏启盛的店里闲聊 临近中午 苏启盛就把他刚刚研发的一道松露炒饭 请马明刚品尝 没想到松露炒饭独特的口感 让马明刚眼前一亮 中文字幕提供 松露炒饭 关键的是它的松露 它两者结合能把这个饭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这是这个饭其实最经典的 其实最关键的步骤 松露炒饭是典型的中式吃法 独特的口感让马明刚毛色顿开 它想到了一个能让他把松露卖出去的好办法 马明刚原本就是做餐饮起家 回到公司后 他立刻请苏启盛伟老师和他一起研发用松露制作的中式美食 仅仅半年时间就推出了50多道当地从没有过的中式菜肴 与此同时马明刚开始在市场上寻找钱来采购的中餐馆老板们 并邀请他们到自己的餐厅吃饭 除了免费品尝各种松露美食 还免费传售菜品的制作方法 直到这时大家才终于明白了马明刚的目的 就比如说我把技术交给他们 交给那些酒店里面 像他们厨师也好 老板也好 所以他们知道慢慢地 慢慢地习惯了这种松露的做法 他们也可以更新他们的菜品 他们也可以做他们餐厅的特色菜 慢慢慢慢地他们就变成我的中式客户 通过这个办法 马明刚一年时间就让全国一百多家中餐馆 成为他的客户 而他的松露也顺理成章 进入了这些客户的采购清单 其实进货的起到很多 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选择 他们就是从这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产品质量 另外一方面从他们个性化 一些贴心服务 我们的菜单 好多是给他们的建议来修改 让我们基本上就是依赖他们了 可以说是离不开他们 必须要从他们那里进货 通过想别人不敢想的事 马明刚把松露的中式吃法 做出了新花样 松露也扩大了销路 不过就在大家纷纷给马明刚 说大拇指时 马明刚又通过赚一笔 很多人没注意的钱 一年竟然多卖出了两百万元 那么马明刚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些松露是农户上山上 上山上去挖的时候 他们不小心用听趴 或者用铲子挖的时候 你看挖出来他们就破损了 这是挖断了 对 挖成破损了 然后我们收上来以后 我们就要捅货 我们就要分险 分险就分险出来 这个的价格的话 这个价格的话 肯定是没有完整的卖得高一些 因为你像这种完整的话 它可能可以卖到三百多 那这个可能的话 就是九十块到一百块左右这样 怎么才能把破损的松露 也卖出高价呢 马明刚的松露 绝大部分卖给中餐馆 而中式菜肴用到的松露 都要提前加工 马明刚把破损松露 清洗干净之后 按照不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 要么切成薄片 要么磨成粉末 为客户省去了后期加工的麻烦 产品推出之后 很快受到了客户欢迎 有些客户的需求它不一样 有些需要干品 有些需要鲜品 有些还需要松露拿成磨成粉 然后它拿回家就可以拿回去 丢到锅里面就可以炖了 就减免了一些客户的不必要的麻烦 从2018年开始 马明刚还跟当地的食品企业合作 用破损松露 加工制作松露月饼和鲜花饼 以前很多人根本注意不到的破损松露 马明刚却一年卖出了200万元 2019年 马明刚公司的总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成为当地松露行业的佼佼者 马明刚说 未来他还要继续在松露行业里 做大做强 虽然有同行说 马明刚是一个搅局的 但其实马明刚做的事 只是改变了松露行业里 一些不好的传统 另辟蹊径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 根据自身的优势 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本本分分去做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模式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再见 恶意 说明 ?? 學会